来了铁工厂远远的就看见一名男子站在机器旁切割不锈钢条 看起来简单不过做起来却很不简单 一不小心很可能就会受伤 切割完不锈钢条还得继续下个步骤 戴起手套和护目面罩加紧时间赶工 这位许先生说原本他是做拆房子的工作 不过现在景气差赚的少 再加上一粒一收上路雇主算盘也打得金 他只能找打工替自己多赚点钱 而这还只是他的其中一份兼职工作 这客户都会事先打电话来 然后就几天前就安排好了 Skidio就安排了 看什么哪一天要做什么 铁工厂下班后还得驱车赶往下个工作地点 许先生这回则是要修剪树叶当园丁 什么都要学全为了多赚点钱 就自己要去学习 像我以前住山上我就学习修剪花草 就铁工学铁工 采访者什么都会 工程方面我们大部分都会 其实像许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少 而且会越来越多 人力银行统计发现 去年光是12月 有三个行业直缺暴增 第一名是补教业 柜台人员和班导师都很缺 第二名则是医疗业 最缺的是护士和检测技师 再来就是传统制造业 要找作业员 加一加一共有近两万个工作机会 新法上路各行各业都受影响 雇主挤脚人 另一方面民众也挤脚兼职打工 养职